欢迎回到中天调查报告 讲到了食安风暴 我们总觉得多半来自于人毛不脏 但其实有一些有毒物质并不是被添加进去的 而是环境本身就给了毒素有力的生成条件 例如说大家最喜欢喝的咖啡 咖啡豆在开封之后如果不当的保存 例如说您让它跟空气大量的接触 而且是长期暴露在潮湿的环境当中 就会产生蔗渠毒素 不但伤肾还可能会致癌 我还是觉得莫名其妙到底为什么 因为家族遗传也没有 爱运动不咽不久 职肠癌为何照射它 食安的问题那么严重 最近那么多事情 会觉得可能也有一些关联在 那有可能吧 可能自己吃了好多年都不知道吧 这是于天女儿于怨起的疑问 也是大家想问的 每5分40秒台湾就有一人离癌 其中跟他一样罹患大肠癌的人 年年都在增加 人数连续5年居冠 很多人认为是吃下太多黑心产品 甚至把矛头指向食品添加物 但当中的因果关系 没人能给答案 因为很多致癌物可能来自环境 食材本身或保存不当 像是咖啡 就爱这一位 台湾一年咖啡市场规模 超过400亿 其中研磨咖啡就占了135亿 当中也有贡献的你 会说你爱咖啡 但咖啡能不能喝得安心 大有瞬机 被潮湿的话 现在温度都在20几度 我们都担心会有霉菌 折菌菌的污染 久而久之长期大量暴露 也会有致癌 致癌毒物如何产生 我们来到全台最大的咖啡工厂 找答案 进汤抽咽 销售前再验 我们在现场生产的品检的部分 到成品完整的部分 这个折菌毒素都是要被确认 层层把关才能把折菌毒素A 杜绝门外 但就在你买回家 打开真空包装之后 却替它打开了大门 没喝完再冰回去 然后下次再拿出来 也许这样来来回回 你想说 可能保存的时间 我可以放长一点 因为我放在冰箱 其实是让咖啡豆 吸了很多空气中的湿度 放冰箱 厨房角落都不对 正确的方法是 放进真空罐 尽可能避免空气接触 才能杜绝这区毒素 油条 煮条 洋地片 这些片本类食物 因高温油炸 会产生人体可能致癌物 丙细胎 动物实验就看到说 你给老鼠吃大量丙细胺 将来会产生一些膀胱肿瘤 密尿道肿瘤 我们都担心说 搞不好人 有可能产生 那个肿瘤的说不定 你可能不知道 被视为养生圣品的黑糖 恐怕也含有这种致癌物 黑糖怎么会产生丙细胺 我们找老师来做实验 这糖里面含糖量很高 然后又有一些胺基酸在里面 那它就很容易产生没那反应 这锅甘蔗汁含有高量的糖 和胺基酸 长时间熬煮就容易产生丙细胺 换句话说 不是甘蔗汁本身有问题 也不是所有黑糖都藏有毒素 关键在熬煮成黑糖的过程 必须严格把关 老师说熬成的黑糖越黑 丙细胺浓度就越高 我们实际到市面上看看黑糖成品 那它这一块的话 我们是套747 逛了不少店家 发现黑糖色泽的确有明显差异 它这个比较黑糖 最后挑了外观较黑的黑糖 送往检验单位 检验丙细胺的 过了七天我们收到检验报告 发现两罐黑糖果然被验出 0.68和0.94 ppm的丙细胺 这数据能说明什么 我们主管机关针对 丙细胺含量还有浓度的上限 并没有定出来 所以我想说将来 其实为了死安的法官 应该是要把它定出来 让我们民众知道说 哪一些东西 丙细胺的浓度是多少 超过多少就不要吃 闭上眼不代表问题就不存在 许多潜藏在环境里的致癌因子 总在你我不经意时 悄悄蠢动 也不做好 希望你们能处理